他虽然不是元帅,却胜似元帅,曾全歼蒋介石的御林军。 1955年,授前元帅将军以资历、威望、战功为主要依据,毛泽东有意将肃裕封为元帅,但被肃裕推辞了。 但毛泽东认为肃裕大将还是要当的,而且需为十大大将之首, 肃裕对他的军衔问题看得很淡薄,并称,凭我大将,就是够高的了,要什么元帅呢? 我只嫌高,不嫌低。 他虽然不是元帅,却胜似元帅,打败了国民党的主力军队。 整编七十四师,原为国民党军七十四军,该师全系美械装备,为甲董装备师,号称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, 也称为蒋介石的御林军,是蒋介石指定的典范部队。 师长张灵甫毕业于黄浦军校第四期,在陆军大学甲级将官班受过培训, 抗日战争时期,曾被誉为模范军人。 在湘西会战中,又因战功着着而荣获自由勋章,因此深受蒋介石亲爱。 孟良固战役,孟良固战役,华东野战军,领导全面分析了态势后认为, 应将主力置于坦布及其两侧地区,可出其不易集结数倍余敌的兵力加以维艰, 完全可得有把握之杖。 由于国民党军二十五师和八十三师不及时跟进, 使国民党军王牌部队七十四师陷入了险境。 1947年5月13日黄昏, 华东野战军领导指挥第一, 第八纵队利用地形掩护, 穿插陷入七十四师纵深, 割断了七十四师与其他国军的联系, 经过了一天的激战,到十五日浮晓, 第一、第六、第八纵队分别攻占了舵庄和万泉山, 完全截断了七十四师的退路, 将其合为于孟良故及济以北的狭小地区内, 得知七十四师被围, 蒋介石及令各部齐头并进, 拼死也要借张领府之为, 遂一方面命令,张领府坚守阵地, 吸引共军主力, 另一方面言令, 孟良故周围的十个整编师, 特别是李天霞、 黄百涛的部队尽力支援整编七十四师, 以期内外加级, 去兼共军于孟良故地区, 陈毅命令各阻击部队, 坚决挡住国民党军, 同时根据战场情况, 重新调整部署, 一纵从西、四纵从北、六纵从南、八纵从东、九纵从东北, 五个重队同时对七十四师发起了总攻, 比天霞与张领府素有矛盾, 所以,在蒋介石的崔逼下, 他的整编八十三师, 只派出一个团的兵力支援, 而黄百涛的整编二十五师, 则是不遗余力地执行了蒋的命令。 孟良故战役胜利结束了, 国民党整编第七十四师, 及整编第八十三师, 一个团共三万余人全部被剑, 蒋介石痛施护驾, 哀叹七十四师被剑是他最可痛心, 最可惋惜的一件事, 陈毅司令员醒之所致, 挥笔写下了起状山河的诗篇, 孟良故上轨神嚎, 七十四师五帝头, 信号飞飞兴乱眼, 照明处处火如潮, 刀铜铺去征山顶, 血雨飘来尸, 战袍, 习奸贼尸精锐尽, 我军各个是英侯, 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全面合围, 经过四天激战, 整编七十四师在五月十六日全军覆没, 师长张领府被人民解放军战士击毙, 后虽经重建, 但战斗力大不如前, 再次被人民解放军全间。